红帽敲民众联络所妇女执行委员会 以及青年妇女团发起的赈灾活动 从上个星期三开始 为菲律宾灾民筹集粮食 食水 日常用品以及棉被等 但不收现金捐款 义工将收到的物品包装好 并送到货舱 最后入水路 直接送往一落一落灾区 因为太多物品了 还有很多直接到货舱去捐赠的 所以现在今早我刚刚收到三星人士 再买多一个集装浆 东北区的榜儿科里居民委员会 得知这项活动后 也在区内收集粮食物品 不到一天 居委会办公室满是捐赠品 他们也很发心 那么听了之后 他们不但把这些衣物交给我们之后 也听到说我们需要一些热装用品 比如说干粮 他们都会到附近的那个超级市场去购买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本地基层组织和民间团体纷纷伸出援手 自动自发 主办各种赠灾活动 为远在菲律宾的灾民尽以奋力 新闯明新闻记者 聂国为报道 主要一项 神转 Sicht